嗨 我是苹果妹 今天跟素素来到了菠萝妹家 听她说她也也收藏有一些很古老的古董 有一千年的都有 哇塞 我们去看一下 我想去真的很好奇 这个古董一千年以上的都有 你感不感慌 有点慌张吗 不是 等下要找菠萝妹拿那个酒套 把手套戴上 我们进去看一下 菠萝妹已经是古董在哪里 对啊 对啊 我叫她拿出来 你来 真的吗 哦 哈哈哈 红菠萝 红菠萝 你来打开 有没有 哇塞 哦 哇塞 看一下 这个是做什么的盐也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讲的 王帝是什么 比桃 比桃 王帝用的比桃 好像是王帝啊 王帝用的那种 王帝用的那种装笔的 王帝用的那种 对 漂亮哦 他这个雕刻的好精致哦 这些 有龙 有龙 然后龙跟凤一起吗 还是就是龙而已 我看一下 他有凤吗 是双龙细珠吧 双龙细珠 对 哎呦 比我们好友玩吧 哎呦 还有祥元的呢 你以为哦 王帝用的东西 好羡慕哦 这个 这个 八仙九旗 八仙走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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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旗 下旗 就是那个 八仙过海 那个八仙 对 你看到没有 八个人在里面 哦 就是那个八仙过海 那个八仙 他这里整理的话 是一个 十数 然后在这里 下旗 那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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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加拿大仙 现在说是 牛肉 哦 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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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买了猪鱼 哦 这个就是明朝 还有贵妃 贵妃 我听到的嘛 冰朝贵妃王 哦 贵妃王 贵妃王 我就听到了 两句贵妃的 一个小女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明朝是多少年哦 上面写的字有没有认识 苹果妹翻译一下 明朝是多少年的 明朝是多少年的 评论区的朋友肯定有人懂的 明朝会被用的是吧 我认识这个 这个是福字 我不敢拿了 我手有点抖 我手有点抖 韩国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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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进口的 美国的 这里还有一袋 是什么 这个是铜钱 这个是铜钱 这是铜钱 铜钱 哦 它分好的 等一下不要搞乱了 一袋一袋来好不好 太多了 星星好 星星好 这个什么天启通宝 这是启字吗 是吧 石纹 一毛钱这个 一毛钱 这个是以前的钱 这个什么 重庆通宝 是什么 什么朝代的 爷爷 这个是什么 朝代的 他 没有 这个 这个北平 北平不是北京吗 是啊 北平 是 是北京啊 家通庆宝 大中通宝 你们在这里猜我去查一下百度 这个是真什么通宝 那个皇帝的文字 读书太少了 清朝的吧 就说嘛 喊你们读书的时候不认真 这个应该是更老 是这种文字的 这个应该是很久以前的钱币了 这个 还有一袋钱币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五十文 五十文 这边写的是中国民国二十年 然后河南省造的 光绪丁卫年造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的 根本是不懂 真的全部都是宝这些 古董来的 刚才你说那个五十文在哪里 我看到有一个五百的 五十文那时候 那时候那个年代 够大半年的那个 够华大半年的 对 你确定吗 不确定吗 我有五百哦 那我走了 我来给点钱吧 试色一点 哇 岩岩手上来的胡同 这种是更宝贝的 哇 这只见钱掩盖吧 哈哈哈 岩岩一放下来就马上 湖北省造的 光绪元宝 这不是颜大头吗 颜世凯 年三统生的 这个 这个听说一吹它 用耳朵来闻 听到嗡嗡响的 你试一下 怎么拿 就用手拿住 用指甲 用指甲 用嘴巴一吹 放到耳朵上面去 有没有 真的 叔你试一下真的 我没指甲我刚剪的 我注意给你听 你现在看看 哦 真的 真的 我试一下 这是真的 我指甲刚剪 哇 我们也看完了 把这些胡同给它收回去 像爷爷 要拜执的 是吧 对 包好 包好 好轻哦 谢谢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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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贵重的东西 拿出来分享 跟我们看 大开眼界 对 别玩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